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圆茄料理来到了第二部影片 大家都知道我做菜很喜欢是可以万用的 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这一个肉末茄子 用绞肉下去炒 然后还有生抽 这边看到的食材有绞肉 圆茄 蒜头 红萝卜 然后还有九层塔 用了油葱酱跟生抽 大家看到这一个步骤 就是绞肉的时候 你就是把它压平 让它有一面均匀可以去跟锅子接触 然后这一面煎熟之后你再去翻面 不要一下锅就一直不停的翻炒 因为这样你的肉永远不会有香气出来 我自己都是这样做 然后我刚刚有加了富具的公平贸易黑胡椒 我都是买黑胡椒粒然后自己抹 那你也可以买 那个补充包或者是白胡椒粉啊 黑胡椒粉之类的 再去拌炒它 肉大致上啊 它颜色都已经转了 就是你看起来它已经有大致熟了 我再把茄子放下去 因为日本圆茄它很适合炖煮 它料理的时间会比较久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就把它放下来 然后再加上了我们的油葱酱 今年的红葱头盛产就是郭大哥看甜甜的 所以我们将红葱头做成油葱酱 我们在料理上可以使用 然后再倒一点水 再让它去煮 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生抽 因为生抽跟酱油 基本上它的味道跟层次的表现的确是不一样 所以只要有要炖煮的东西 我大部分都是用生抽来替代 这边看到我再加一点冰糖 就有点咸甜咸甜的 很像卤肉燥那样的感觉 但是又没有汤汁那么多 所以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煮它 比较节省时间 然后像这样的料理啊 其实非常的万用 比如说我煮纯米面条 我就可以加这个肉末茄子进去 煮汤面或者是煮海鲜粥 我都有用到 然后也可以单纯的拌饭 或者是拌在青菜里面 你炒这样一锅 如果你把它分装起来 然后冷冻起来 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 都很方便 蒜头跟九层塔 我是最后才放进来 因为我要取它的香气 对那就很棒哦 跟你一开始就放蒜头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次大家稍微记一下 蒜头是最后才放 这样这道料理非常简单 又好吃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